現在開始 那個我要提的專案的名字 教大家一起線上萬簡介 那簡單講它就是一個 那個線上大家給一起 共同編輯一段或是 做在影片的平台 那那概念也很像是 Headpad版的Premier或是Vegas 或是如果我們技術不叫 陽春的話就只能做成 Headpad版的Movie Maker 對 然後那個我的專長 就是 大家覺得我的專長就是 做各種 做各種破壞 但其實我自己是台藝拉電影系的 那所以我自己對像製作的 包括創作 然後包括整個 整個行政部分 我都蠻了解的 對 然後 所以 在那個 在這個 提案裡面的話 我大概可以翻譯 那個 就是 內容產出的部分的 這個一個諮詢 那但是我們沒有 我自己沒有資訊工程的專長 所以要鬧人 對 然後那個線上的 剪接平台 它最後可以 會變成 各種的 主向創作的一個新的方式 那 但是因為我們 我們要 我最近成立一個社務線 那我們主要就 來講它在新聞 新聞部分的應用 那就是 我們可以把那個採訪跟後製的 所有階段都分開 然後完全異地作業 那就包括 攝影、採訪 然後那個 播報 那 剪接配音 然後這些東西的話 就是傳統上 我們可能都要在 in-house裡面 然後 大家一起做 然後 也有一些 那個 比較 客難的 異地多廣的辦法 對 那 那個我可以之後再講 那 但是 但是我們如果 弄成一個線上的平台的話 就可以變成 完全的 異地作業 那 那個 那這個平台可以產生的影響 就是我們 可能 我們有人 像在高雄的細胞現場 那有人在那邊 負責 收集 最原始的 影像素材 或是訪問 然後我們在台北 或其他地方 就可以把這個東西 弄成新聞 那再更進階一步的話 就是 就是 如果有人在 那個 那個 沙頭廊那邊 拍影片 然後我們有一個人 可以翻譯 語言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做成 一個國際新聞 所以它會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 全球性的 新聞的產出系統 然後 好 這裡有一個影片 那我最後時間 我們就來看一下 一個網路的影片 然後請大家加入 一地大力粉絲團 對 因為我的帳號被鎖了 其實我現在最想做的事情是 農一個 Facebook的 無敵帳號產生器 好 這個東西 像二稿的影片 大家以前都是在網路上 抓檔案下來 然後自己剪接 以後再上傳 那如果我們有這個平台的話 以後就是 有人工素材 然後所有人都在 那大家實際在網路上 去做剪接創作就可以了 然後就不用 然後就不用 下載上傳 就 比較麻煩 那這種新聞 新聞的內容 可以產出更多 更有質感的東西 然後二稿的創作也可以有出現 更多 大家更難以想像的作品 我現在不想要做 那這件還一班啊 事件到喔 事件到喔 好 謝謝 不要怕再組織台 謝謝 那個台北市政電比較有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